高女士和邓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们是结婚28年了 在这28年里 我觉得生活起来是很痛苦的 用痛苦一声来形容 不过患 因为我是上门女婿 你的意思是 你在忍受这份委屈是吗 我一直是这样忍受 这几十年过来 我们结婚28年 像我每一次做什么 就全部都依存她 她还是不满意 我觉得我就过得太累了 就是要离婚 就是离婚 她也要跟我讲出来理由 我今天主要是想知道 我老婆跟我捏据出来 我到底哪地方对你不起 哪些地方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 说真的 我是很多事情我是忍受 你先说你这些年 你的委屈是什么 我们订婚的是介绍的 我们家庭一下子 五兄弟 家庭的那个背景 我后妈 我爸对我也是不喜欢我 所以我选择了出去 做正面女婿 在刚 期间的时候 她们一家人 对我都是很好的 说实在 她们也把我当儿子一样看 但我对她们 也是有依赖的那种 妈就是妈 像亲自己亲妈一样的 虽然是正面女婿 可是这家人带你像家人 这个是你在你原来的家庭里面 找不到的那种感觉是吗 是的 就结婚到第二天 反正我看到我老婆妈那天 就开始在哭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什么会是怎么回事情 我不知道 很大一段时间 我看她妈那个表情就不对了 天天好像也就是 七不是八不是那种 到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结婚嘛 好像就是没有那种陪嫁嘛 在那个年代里 要结婚出去 要陪一点东西出去的那种 是指谁啊 我嘛 你说你没有带东西到他们家来 也就是说家具也没带 其他的小东西是有的 那是我爸就讲 反正我就你一个儿子是吧 我什么东西都是你的 放在这个地方 你两边就有家 反正两边肯定要做嘛 我爸爸一个人不可能不管嘛 所以那个就没拿出去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对这个有意见呢 后来都已经说明白了嘛 他妈妈有意见了 她的意思就这样讲的 我想回我的老家 要把她添过去 要把她添到我老家去 你不是像当初说的 那样的上门女婿了 是吗 她的妈的意思就是 我要那样做 那个时候到达家上去 我接着穿一些棉袄 她妈跑过来 要羞辱我嘛 她们把我手牵着那个地方 牵我的手 我想那个时候 还是想挣脱嘛 我想让她羞辱我嘛 嗯 我一挣脱 挣脱以后 她就把我那个衣服 把我那个衣袖 那个衣袖嘛 提起来 害怕我跑掉 要羞辱我 我一挣脱以后 我一挣脱以后 就把我疣脱以后 再发现 请你换脱以后 我一挣脱以后 感谢观看